新北市索困案件送给卫福部审查的争议就在市长侯友宜跟卫福部长陈时中通过电话之后终于告一段落 侯友宜今天表示问题已经过了 现在可以发的就马上发完全授权给区长 还说如果有疑虑他来批都没有问题 热情掌声新北市长侯友宜率领市府局处首长为医护人员送暖 但此时的他却得烦恼中央把9000多件纾困申请书送回 由新北市自行审核 我们还是以重宽认定资料重检 快速发放为原则 完全送钱给区长 区长觉得没问题啊你就花 如果你觉得这个有一些疑虑可以送到社会局就由我来批都没有问题 万元纾困之乱引起中央和地方论战 网路上侯友宜也被定的满头包 有人做图讽刺侯友宜不懂审核和审查的差别 直接交白卷 原来当时宣布的跟部长后来改的 当然有一些落差都没有关系 我想这个事情都过了 卫物部也讲得很清楚了 那也知道问题的原因所在 我们地方还是一句话 会负起所有的责任 侯友宜深段放染 卫物部长陈时中夹在行政院和地方之间 也只能把责任扛下 那昨天晚上我也跟他通过电话 那双方也达成共识 他们愿意把这样的责任担下来 我们也很感谢 新北市纾困案件直送卫物部审查 三天后卫物部又全数送回 统计到5月11号 新北市一共收了22266件 现在真的只能尽快处理 记者先下雨至新北市报道